-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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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軍購預算 F-16V就編列了2500億 而且要在2026年、2027年才可以交集 F-16V並不是F-35B啊 他也不是最先進的飛機 而且是要經過那麼多年後 你怎麼知道那麼多年後 新一代的戰績不會再出來 那些可能就變破同難題 那現在你花了錢洋網軍 花了錢收購文彈 那收購香蕉 那這些收購以後你把它丟掉當肥料 為什麼要浪費這些錢 在體育方面只有41億啊 在體育方面只有41億啊 一年兩兆的預算 你連編列的1%200億都沒有 看到這個數字是很痛心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清大博士生何坤軒 大家還記得 2019年10月17日的夜晚 這一天 一好球之後這一球 這一球打在了右半邊 感覺還蠻深遠的 在右往眼發向 出去了 中華職棒 Lamigo完成了 三連霸 拿下一個非常 偉大 留下歷史的里程碑 但是很遺憾的 Lamigo要 賣給了日本樂天 因為 資金壓力 營運資金不足 被迫要這樣子做 那看到 總冠軍賽第一局 劉思豪就敲出了 滿冠拳雷打 再來 林立的三分跑 看到我們 台灣的球員的那一種 韌性 拼勁 還有他們的實力 不會輸給 亞洲的選手 然後看到過去 我從小看到的 職棒前輩彭正銘 一路這樣子 打到現在 非常的辛苦 也栽培了 非常多的 新秀 雖然 雖然他們 都很辛苦 我們 知道的 陳俊秀阿 林洪玉阿 都很拼拿 在過去也打了 拿下非常多紀錄阿 他們的辛苦 並沒有讓 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政策對他們 有一點 珍惜和 疼惜 因為 國家編列的 預算在 體育方面 非常的少 那 小時候我其實也 蠻喜歡看 撞球 以前的 楊清順阿 以前的阿美阿 蔡佩真阿 陳純真阿 每年都有 安利盃 但是在 2019 停辦了 因為經費不足 我們台灣 在撞球界 九號球 其實在 全世界 真的是 呼風 喚雨 這種 國際水準 但是 因為經費不足 很多 可以讓世界看到台灣的機會 都錯過了 我們有很多非常年輕的選手 從小就培養起來 其實中球非常的厲害 但是都因為 國家沒有這個預算阿 還是民間的經費不足 很多賽事都沒有辦法 辦起來 覺得非常可惜的地方阿 大家知道我們羽球阿 白智瑩 網球 也很厲害 過去還有什麼 保齡球 像我們上次 中 直棒的輕棒賽 拿下世界冠軍 過去 台東 紅葉燒棒 是用樹枝石頭在打 我們這種的運動的精神 回想過去 再舉重 郭姓淳 他當初 停舉 142公斤 破紀錄 當場有非常多我們台灣的觀眾 揮著中華民國的國旗 最後大會是 放這個 神奇哥 我們的神奇哥慢慢升上去 那種感動的畫面 那他們 他們 每天 都非常的辛苦 都要固定的練習 食物也不能亂吃 特別是 如果受傷的時候 其實對他們的 內心的心情是一種很大的打擊 他們怎麼樣又站起來 但是看到郭姓淳又站起來 為台灣爭光 這個畫面實在 很感動 但是政府卻 一直沒有看到這個 沒有重視這個 通常 平常 只要有拿到牌子的話 就要去跟他們拍照 但是平常你對他們 付出了什麼 都沒有看到 我看到 在明年的預算啊 在體育方面只有 41億啊 看到這個數字是很痛心的 一年 兩兆的預算 你連編列的1% 200億 都沒有 你用 這麼少的錢去編列 預算 很多的 小學啊 其實 他們要換球 還是 要有一個籃球框啊 有的時候籃球框壞掉 沒有錢 沒有錢去修 就是很基本的基礎建設 大家有一種 好的 運動空間都沒有 那看到 在軍購預算 F-16V就編列了 2500億 2500億 而且要在 2026年 2027年 才可以交際 但是 F-16V並不是F-35V啊 他也不是最先進的飛機 而且是要經過那麼多年後 你怎麼知道那麼多年後 新一代的 戰機不會再出來 那些可能就變破童彈體 那你要花 M1A2 600億 去買戰車 那你買了這些 你的原因是什麼 你是要打誰啊 你如果是要保護你的 國防 你就買 防空飛彈啊 防空系統就好啊 為什麼要 花了這麼多錢 在這個預算上 我們台灣的 資金就有限啊 每年的預算就有限 但是你卻沒有把重心 放在值得 值得花下 花下重金的方面上面 你看我們的 戴志穎他現在在世界那麼有名 為什麼不 不多辦一些國際賽事 讓國際來台灣呢 看他的一場 比賽 這些都是促進 觀光啊 我們過去的 棒球 在大聯盟上也 投得有聲有色 過去的王健民 郭洪志 那時候郭洪志創下 那麼多的紀錄 在盜齊隊 每天看著他投出一顆球 就非常感動 這都代表我們的 中華民國的一個榮耀 那現在你花了錢 洋網軍 花了錢 洋 收購文旦 收購香蕉 那這些收購以後 你把它丟掉當肥料 為什麼要浪費這些錢 並 並不需要嘛 你應該把錢放在刀口上面 那好好的發展 把我們的運動產業 有系統的發展起來 現在的集資台灣呢 他匯集了很多 過去的對運動產業非常深入的 像錢圍捐啊這些 他們對我們台灣的 這些生態 非常重視 你要的就是 要把台灣的所有系統人才 匯集起來 一起去想 怎麼樣有效率 有系統化的去發展我們台灣的 運動 這樣才有機會嘛 你沒有辦法幫台灣開創 人流 開創金流 那你要把台灣 帶到哪裡去呢 你不斷的加收人民的稅金 不斷的也想要去加強你的 股房的預算 增加預算 都很不必要嘛 你就只是怕中國大陸會打我們 但是我們 其實 就是一樣的血緣 我們的祖譜 就從那邊來 我們常常也都去探親 大家都是同一個血緣 為什麼要互相的 自相殘殺呢 為什麼不要讓 把我們台灣的人民 帶到一個 比較安全的地方 有未來有希望的地方呢 所以我覺得 每年每年這樣看下去啊 看到 大家都是靠著自己的 努力 那甚至要自己花錢去 培育自己 自己去請教練啊 覺得非常的辛苦 如果 你曾經去接受過那一種 每天的訓練啊 其實 有時候是一種煎惱 如果你沒有動力這樣練下去啊 還是你有一個 像為國爭光的一種大的使命 一種榮譽感 其實有時候 挫折的時候就很難前進 以上就讓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 為甚麼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為甚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